北京环球影城开业了 吸引了不少充满童心的游客前往 除了普通民众 圈内许多艺人也纷纷现身该景点打卡 吴磊 宋颜飞 孟子义 还有宋雨琪等一众明星都被粉丝偶遇 大家最先往遇到的是刘昂然和彭玉畅 两人打扮低调 但还是被同行的路人认出来 在玩游戏的环节纷纷拍照 但两人完全沉浸在游戏中 并未被其他人所影响 之后又有网友晒出在北京环球影城无欲王源 魏大勋的照片 只见王源梳着一头小便 身穿灰色休闲装 魏大勋则一直跟在王源身边 身穿黑色套装 戴着帽子和口罩 在其中一个游水的乐园项目里 只见现场围观的前排游客都套上了羽衣 只有两位勇士并没有穿羽衣 定睛一看就是王源和魏大勋 还有网友透露自己偶遇了乔欣 当天乔欣身穿陆服装 搭配牛仔裤 当着大家的面拍照 清纯可爱活泼似少女 佟丽娅也被路人认出来 这次佟丽娅是和好闺蜜董璇一同游玩的 董璇还带着女儿小酒窝 照片中 董璇带着女儿小酒窝买衣服 而佟丽娅则和路人们拍照 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央视最美女主持王冰冰也来到了环球影城 同时还兼顾着宣传的任务 全城都有摄影师跟着 一边走一边给大家介绍 路人镜头下的王冰冰 清纯淡雅 笑容纯粹灿烂 有网友不乐意了发出羡慕的声音 全世界都在偶遇 只有我从全世界错过的悲伤 这两天在环球影城频繁的偶遇明星 许多的网友都恨不得飞到影城里去玩 直呼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还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偶遇明星的照片 这也让许多的网友们直呼羡慕 大家想去北京环球影城打卡一波吗 点赞 订阅 并点亮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最新影片了 桃子每天和你一起关注娱乐圈的八卦趣事